今天这个天气 透过天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的目的地是沁岛 沁岛小沙款 走了 昨天跟这些大火车坐了又矮烧的邻居 睡得还挺香 睡得真挺香 你就要睡到9点多才行 老乡 太热 出发 bart 老乡 老乡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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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找住车位,然后去吃东西 哎呀,这个过桥费多少钱啊,交之湾快了,找个过桥费 那回去吧 哎呀,30块92 过这个桥30块92,那其实还好啊,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贵 我觉得以前在南澳岛那边过那个桥要100块钱 我们在青岛市区里面晃到了将近大半个小时,三四十分钟 终于找到了一片,比较大的一片停车场 这里,那边呢,还有个公共洗手间 我们准备晚上的时候移得稍微近一点,现在先停的热 阿婷现在呢,已经到达青岛了,今天是我们一家四口 房车全国旅行的第四天 外面是非常非常冷,可以看到我的脸 被风吹得有点刺痛啊 这个停车场周围,我准备晚上把车移一下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呢,一家四口先出去吃饭了 因为一度过来没吃午饭,就吃了早饭 嘉明肚子已经非常非常饿了 走了,稍微溜了一下樱桃 然后把樱桃放回车里,我们就准备出发 妈咪 一个字,绝 两块尿电,好吗 都被他尿到了 我们现在打地去望向城,去吃饭 然后超市去买点补给品 车上出门的时候一直没买 要过去把它买了 然后在青岛收两个快递 然后继续出发 因为房车进城市真的 特别特别不方便 真的不方便 找停车位啊什么的,太不方便了 这里应该是青岛很市中心的地方吧 我们到了这边的万象城 来采购 来采购物资 车上没东西就真的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 快走了 满载而归 哎呀,怎么这么重啊 你要不要练啊 你要不要练啊 我明要都要,那么过风了啊 走开 点了个外卖 哎呀,谢谢你师父啊 谢谢你 来青岛怎么能不吃青岛烧铐呢 是吧 趁家明睡着点 因为家明睡着了 所以就不开灯了 只能上这个 小露营灯 也挺亮的 就点了一百 一百十块钱左右的烧铐 满满两大袋 我本人呢 我本人呢,对烧铐其实一般般 但是鹿鹿呢特别喜欢吃 快下来吃了 干嘛呀 看这个有个视频 每天都在追这个局 太好看了 每天哭死了 不知道 这个 这个不是土豆片吗 看 这是啥 我也不太清楚 吃一下别知道了 吃完我也不知道是否 这个 这个 做得变 这个周南要死 他这个烤五花有让我吃出的小时候 那种南京板牙的味道 那种什么豆制品的味道 还这个五花烤的不辣地 我尝一下这个羊肉串 看这个卖相一般般 是真羊肉 这种喝定仔绿 再加烤 吃什么 那都知道是不是 我现在当来吃什么 每天都没吃 你是肥虑的 要吃吗 我以为你